各位會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簡宏偉老師這場的Session 那就是當我們企業遇到攻擊的時候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 ACL開起來 防火牆開起來 那越開ACL就越多 那事情就越麻煩 那到底我們ACL這樣一直開擋掉什麼東西呢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簡宏偉老師要帶給大家的演講 那簡宏偉老師是情課中信風險諮詢服務部門的副總經理 專注於知性安全 網路安全 智通安全管理系統集合 然後簡老師他其實之前為國家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是那個行政院研考 智通安全處的處長 國發會資管處處長 行政院研考會的副處長 高級分析師等等 他也推動了政府網路 還有那個國家的GPKI等等的 長期下來為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簡老師 謝謝大家 那個附帶一題 那個point裡邊沒有電池 所以我大概就走來走去 那接下來的大概40分鐘裡邊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契合這次會議的主題 就會有關公共的安全 那另外從公共安全裡邊我們去看看 我一直很想談的事情就是 到底我們在談內外網隔離 那除了從技術面的隔離以外 到底我們隔離有什麼 那可以怎麼樣去把這樣的一個隔離 做了一些bridge 把這個gap把它給停掉 好 對不起 因為我們必須要做申報 OK 好 那air gap 其實翻譯成中文其實就是在講內外網隔離 那為什麼在提這個意見 我不知道各位常不常聽到一句話 譬如說你去一個政府機關 你跟他說你這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他就跟你說沒問題的 我們內外網隔離了 你去一個產線 生產線 你遇到一些公共的系統 你跟他說這個公共系統 可能有一些治安的風險 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通常他會回答你什麼呢 沒問題 我們是隔離的 我們的OT跟IT是隔離的 所以沒有問題 可是各位想一想 內網外網這樣子隔離 真的就有用嗎 我們看看有多少案例 內網外網隔離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包括之前的工業4.0 包括我們在講的元宇宙 其實去連接虛擬的世界 跟實體的世界裡邊 那透過OT的營運技術 過渡到整個Digital的安全裡邊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說從現實的世界裡邊 OT的安全 包括到這些sensor的安全 包括到手持裝置 穿戴式裝置 包括到一些邊緣運算等等 那這一切的安全其實環環相扣 那如果我們一直在講 內外網隔離 那你要從哪邊隔離 你要從哪邊切 那我也問問各位 各位家裡有用智慧音箱的有多少 不管是Alisa 不管是Apple的Homebox HomePod 到底有多少人在用 那你們有看過它的設定 但你們在家裡 你的這一些IoT device的網路 跟你電腦的網路是連結在一起嗎 那如果是連結在一起 你會怎麼處理 那我也提醒各位 幾年前我們有看過 一個駭客專門是攻擊家裡的AP 那它去把你的DNS換掉以後 你所有的連線就連到它那邊 然後它在植入二一程式 你所有資料就被拿走 所以像我們在談 實體跟虛擬世界 尤其在未來來講 實體世界跟虛擬世界 其實會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安全在哪裡 如果你一直只是強調 你在做內外網隔離 那這樣的一個隔離是有效的嗎 那如果你不做內外網隔離 那要怎麼做 那隨著其實整個這個智慧製造 還有整個虛擬世界 跟實體世界的合併中 在新舊的混合中 其實這樣的風險是被擴大的 比如說我們以往來講 我們重視的安全都是在講IT 那OT的部分呢 你的安全在哪裡 所謂的OT很多 包括我們最常講 從最大來講有水電 它的公控系統 這都是OT的一環 所謂的OT is operational technology 它是日常營運的技術 那譬如說控制法 譬如說電廠 它的控制法 譬如說車子 你的車連網裡邊的 那針對這一些 那在新舊的混合使用裡邊 那你的治安風險到底是什麼 那以下來講 如果我們再把雲端的運算連接起來 就會形成這張圖所講的 從Cloud的Computing到你企業的IT 到你工業的IT 一直到OT的運營技術 在這四個領域裡邊 你的治安風險會是一樣的嗎 你怎麼去評估你的治安風險 難道你針對這四個 你都要做的就是一個內外網隔離嗎 好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我們也看到以現在來講 公益控制系統 整體的環境 它的治安 對於治安的一些威脅 其實它的因應 它的應變 其實還不是那麼的成熟 那這邊有一些資料 也跟大家分享 譬如說我們從80%的企業 他們有表示受到治安的攻擊 其中呢47% 表示他們的公控系統受到攻擊 那在66%的企業營運生產 一週內它可以恢復 被攻擊以後 那19%有超過一個禮拜 那平均從感染到擴散要45分鐘 那主要的攻擊來源都是網際網路 那各位會覺得說 那如果都是來自網際網路 那我另外網隔離不就OK了嗎 好 這是很有名的案例 就是上次在美國 發生的這個攻擊 那這個攻擊裡邊 到最後美國的CISA 他們建議呢 是希望說 建立IT網路跟ICS Skada的一個做區隔 那各位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 不就是把IT跟OT做區隔 就可以有效的去 還指這樣的一個攻擊嗎 我們來看看 其實整個內網的隔離 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最直接的方式 可是實際上它並沒有想像的安全 舉例來說 你買了新的設備的時候 不管你是維護或汰換 你有沒有去看過你新設備的安全的設定 你有沒有去測試過它的認體 你有沒有去測試過它的系統是不是安全 那接下來呢 就算你在內網裡邊 你對USB的一個 policy是什麼 那當有人誤用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夠即時的阻擋 那我們看到有很多USB本身 雖然是個USB 可是有的USB 它本身也是一個無線發射器 它也可以讓你的電腦變成一台AP 對不對 那甚至有的USB裡邊 它放keylogger 那所以以這些來講 你對於USB的管理是怎麼管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對於一個生產的體系來講 你對於production的檔案 還有這些生產機台的設定檔 到底設定有沒有對 那講很實際的 對於這些機台 你能夠裝防毒軟體嗎 那是不是每一個不同的機台 它都適用同一個防毒軟體 那它的有效性是什麼 那接下來呢 我們既然講到智慧製造 那在整個智慧製造裡邊 我們會蒐集這些資訊 那通常會希望在整個監控裡邊 都可以看到這些生產的資訊 那這些在傳輸的過程中呢 它的安全性又是什麼 那對於有一些公司來講 它的IT跟OT它的基礎設施是一樣的 是共用的 那這時候你的IT的風險會不會擴散到OT 那最後一個其實就是從管理面來看 有很多做內外網的隔離 其實它訂了一些規定 那這些規定是不是真的有被落實 所以其實當我們遇到對方說 沒問題我們是內外隔離的時候 你去問它這六件事 它是不是真的隔離了 它是不是真的落實了 那如果它並沒有落實的情況之下 內外網的隔離真的就是安全的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很多人講它是內外網隔離 那真的做到隔離了嗎 好 以這個例子來看 好 這邊有一些例子 好 比如說這個畫紅色的地方 好 照理講你OT的網路的資訊 它應該是單向送到IT這邊來做會整 然後送到這個後續的一些處理 可是你送出來的這些處理 你要不要回饋回去 那你回饋的方式是什麼 那各位也知道 如果我只有單向 你進不去當然還OK 可是當你是雙向的時候 不管你這雙向是 通一個cable的雙向 或是不同的backbomb的雙向 那你的安全性是不是有設定好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造成雙向 你就是一個漏洞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好 這些是實際的一些智慧製造 好 智慧工廠的這個情境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紅色所標示的 紅色所畫出來的 比如說在在這一邊 好 上面有很多儀表板 把整個生產的資訊秀出來 那在這一邊也是一樣 好 比如說以這個來講 它有視訊攝影機 好 那以上面來講 好 那它 維修人員可以使用這個 手機去做照相 好 把這樣的一個資訊送出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 尤其在未來 當我們在講 你可以用5G 好 做垂直場域的時候 那它的整個傳輸 也變成是無限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你做了內外網隔離 你是真的可以做到內外網隔離嗎 尤其在智慧工廠裡邊 你有很多的資料要處理 你要從遠端去監控 好 那這些有一些 其實它是IT跟OT的混合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資安的風險又是什麼 好 那以這來講 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因為主管機關的要求 比如說它必須是監控 這個空氣啦 廢水啦 那這一些 那對於這些監控的數據 它必須從內部的網路送到外部來 好 那對於這一些傳輸的線路 本身你的安全的規範是什麼 你的安全的管控是什麼 好 那這些是不是IT人知道 或者是OT人知道 IT人不知道 我們有看過一些案例啊 就是OT的人呢 他把這個依照法規的要求 把資料送出去 可是他沒一個IT人講 所以IT人根本不知道 有這一條線存在 一直到出了問題以後去找 才發現 為什麼有一條線在那邊 沒有人知道 我們還看過一個案例啊 那個案例呢 有一個專線的連線 帳號密碼是整個team在公用 有三四年都沒有變過 然後甚至呢 現在的team不知道那個密碼的設定是什麼 所以其實當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很安全 我們做了內外網隔離 其實到最後 內外網隔離 通常反而是最主要的威脅 那還有呢 我們看到一些案例 它是把跨廠區視為內網 因為有很多製造的工廠 其實它有很多廠區 然後每個廠區之間 它把視為內網全部連接在一起 那到最後 這一些的案控在哪裡 這一些的案控 那是不是有可能會因為 一個界階的一個疏失 造成骨牌效應 擴散到整個工廠 那各位會覺得 這好像沒有發生過 各位去年有多少案件是這樣子的 去年有多少案件 其實是從國外的工廠 擴散回台灣的 那台灣總部都守得很好 但是在國外未必守得好 那所以說 內外網隔離 為什麼我們一直很有意見 就是在於說內外網隔離 概念不錯 可是你在食物運作上 有沒有注意到 它有多少漏洞 那在我的觀察裡邊 因為主辦單位也希望講一講說 除了技術面 那還有一些管理面 或是政策面的探討 那我們來看看內外網隔離 我們隔離的IT跟OT 那我們還隔離了什麼 跟大家分享比較非技術面的事 在以往我們的一個 治安的防護模型裡邊 其實我們就是像城牆的概念 我們把自己外面建了一個 不管是護城河 不管是長城 把自己包圍起來 總認為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外面的人供不進去 可是再下來講 很多公司 還有包括政府機關 通常都不是自己在開發 通常都是委外在做 而且以下來講 行動裝置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很多的基礎設施 其實是混合在一起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傳統的護城河模式 在傳統的長城模式裡邊 它是不是真的有用 我以前常跟我的team member講 其實做自然防護是辛苦的 怎麼樣的辛苦 因為100公尺的城牆裡邊 你只要有一公分的疏失 你就被人家攻破 可是對於攻擊方來講 100公尺裡邊 我只要找到一公分 我就可以成功 所以其實做防護是辛苦的 尤其是在長城的 城堡型的概念裡邊 當你要做到這樣的一個防護 你要投注的心力有多大 所以呢 我們一直 從我的角度 我一直反對 一直用所謂的內外網在隔離 那從我們最上面看到的 我們去隔離內網跟外網 其實從很多地方來看 我們其實也把資訊跟業務是隔離開的 那我從政府機關來看 資訊部門跟業務部門 其實很難合作在一起 業務部門總是把資訊部門 視為修電腦修網路的 那各位常聽到很多都市笑話 這個電腦的這個 放杯子的拖牌一直出不來 那這些 所以其實 當我們凡事遇到困難 我們就採用隔離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資訊跟業務 其實也做了區隔 資訊人員不願意去了解業務 然後資訊人員不能跟業務結合在一起 那如果一個資訊部門不能跟業務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資訊部門 對這個公司的business的幫助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認為 資訊部門其實是 必須是業務導向 資訊部門所作所為 必須跟這個公司的業務 要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資訊部門必須帶領整個公司的業務的 向前推它的數位化 那同樣的 當我們一直用內外網隔離的概念在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把國內跟國外做的區分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它做了什麼事 做了網路長城 我們也看到很多國家 其實逐漸把自己封閉起來 造成整個internet的fragmentation 所以其實我會認為 利用內外網隔離的方式 久而久之 其實分隔的不只是IT OT 其實對整個企業的文化本身 也都不是很好 那我認為 在整個治安防護上 眾生的防禦才是一個基礎 在每一層每一層的防護裡面 去降低它的威脅 跟降低它的衝擊 那不應該是用內外網隔離的方式 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那我認為 零信任的框架 才是未來的一個 推動的一個方向 那所謂的零信任 它整個架構 還有在NIST裡面 其實它有提到七大原則 那在零信任架構裡面 其實它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 沒有邊界網路的環境 也就是說 你不要再去談內外網隔離 其實內網跟外網是一樣的 那它沒有所謂的邊界網路 那接下來呢 在網路分段 那保持最低的權限 比如說 以一個部門為一個網段 或是再往下 那最終呢 它是永不信任 始終驗證 那對每一個存取 都以這個不信任的方式 那對identity的部分 一定要去做驗證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零信任的框架是必須要做的 因為我認為 在現在不安全的網路環境之下 或是不安全的設備之下 甚至說不安全的軟體之下 其實你要去把一個整個環境 經由內外網隔離 就希望能夠去達成安全 這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透過零信任的一個機制 把內網視同外網 那經由眾生防禦的這樣的一個層次感 來讓整個組織裡邊 它的所有的存取 始終保持在可接受的一個風險之內 我並不是講說 零信任它就百分之百安全沒有 但是基本上 它可以把整個風險 降到可能是符合機關的一個需求裡邊 那同時呢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它也比較容易去確認 它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假設我們希望呢 來推動整個公共的一個安全 那我們又不希望做到內外網隔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去做呢 那在我們這邊 我們在這一兩年 其實有個經驗 是協助國內的一個公共的一個業者 去取得六四四三的一個規範 來至少讓它的整個制度 能夠再符合整個公共的一個標準 那在它的一個整合經驗 依照我們的經驗裡邊 我們認為OT的治安 跟IT的治安 都應該是要做合作 那同時都必須隸屬於整個組織的 治安委員會的一環 那在OT治安裡邊 它要著重的是整個公共場域的一個 治安治理 包括到整個公共網路的一個保護 等等 甚至在它的使用備份都必須要做 那在IT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針對企業資訊的一個治理 那當發生這件事件的時候 其實不要去分你是屬於OT的還是IT的 不要 其實你應該同時跟OT跟IT講 因為我們也常看到 就是當你硬要去分它是IT或OT 然後決定要向誰通報的時候 那個timing就過了 那而且有的這件事件 你很難判定它是單純的IT或OT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於整個組織來講 它必須去整個IT跟OT的一個團隊 那經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讓IT跟OT可以做融合 那其次呢 對於整個OT的一個資安來講 那它不是只有OT的人要參與 其實它對整個場域的負責人 資安的代表 還有記憶台的設備商 記憶台的工程師 還有場域的一個IT代表 都必須在一起 那資安的議題對IT來講 是一個已經行之有年的議題 但是對於OT來講它不是 很多人很多OT的人 他一直認為OT不會有資安問題 資安都是IT的問題 可是實際不是 所以我們也常遇到就是 當我們要去協助IT 去處理OT的這些資安的時候 OT的工程師就會說 不要來碰到我 我的OT是安全的 我是隔離的 而且呢 我已經行之有年 那至於OT裡面有沒有被 植入後門城市 有沒有被植入二一城市 它認為只要它可以運作 它是無所謂的 所以這些其實都必須要去處理 那對於工控來講 我們常說對資安有27001的標準 但是對工控來講 它也有一個通用的標準 還有針對各領域的標準 那在通用的標準的部分 大概就是62443的一個標準 那對於其他領域 比如說對半導體來講 那有SEMI187的標準 那對汽車產業來講 它有21434的標準 那對於海事對於能源 其實每個領域都有它的一個標準 所以今天對於OT來講 它不是沒有這樣的標準 它有 只是在於說 你必須要去看這樣的標準 把它導入 那經由這樣的一個導入 你才能夠去確保 至少在你的領域裡邊 你的安全可以達到一定的一個水準 那在公共領域裡邊 你要導入資安的產品 要注意哪些事呢 以往我們可能都會去 顧慮到的 是在最上層的 包括網路的防護 Level4到5的IT的防護 或是我們再講 Level3 這個OT IT DMZ區域的一個防護 那通常呢 OT都是被隔開的 那在未來來講 或者是說 組織要導入整個OT防護裡邊 其實你更應該去注意的 其實是在整個端點的防護 包括在機台 這一邊 應該要有一些基礎的一個保護 那你要去看你這些機台 你的設備上任何的端點防護方案 有哪些 那除了這些以外 那除了一些IT的病毒之外 其實要去看 針對這些公共的通訊協定 好的惡意程式 怎麼樣去防護 像在先前其實有 在外部有公布一批 一些設備 一些OT的設備 那它被發現一些弱點 那沒多久就已經有人 針對這些弱點 提出攻擊的一些程式 那接下來呢 在我們的經驗裡邊 我們也發現到 在導入整個SIM的平台的時候 遇到的挑戰 有包括這四個 包括 第一個 OT它不是IT 很多都直接把IT的思維 拿來要放在OT裡 其實這是不work的 那這個領域的差異非常大 那第二個其實就相容性 因為它差異非常大 所以其實它也不一定可以相容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能夠去把 不同的這些OT 能夠做一個集中化的分析 那最後一個 也是比較不容易處理的挑戰 就是在整個硬體效能 有很多的OT 其實它運作得很好 可是它的設備 它的一個整個效能 並不是很高 當你要做這些 這些治安的防護的時候 它可能是沒有辦法的 好 所以我們分享了我們的經驗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在整個內外網隔離裡邊 非常這樣的思維 那面對未來的一個 虛擬跟實體世界的整合 那我們怎麼樣去把 這樣隔離的文化 做一個融合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就提出來一個 所謂數位信任的概念 一個Digital Trust 那什麼是數位信任 其實在我們提出來的數位信任裡邊 我們認為不論是客戶或員工 或是任何厲害關係人 都能夠完全的信任 所創建維護的數位資產 好 那而且這個組織 它必須確保 這整個數位資產的安全 也就是 精密性可用性跟完整性 那我們在談的數位資產 包括了這八件事 可靠 可靠性 可訪問性 就是可存取的 而且呢它是可以克責的 它的responsibility 那還有它必須是安全的 那當然還有它的透明度 還有隱私的保護 以及道德的規範 那這些其實是數位信任的基礎 那各位也許會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在前面有談到 我們希望未來整個發展的時候 是朝零信任的一個框架去推動 那在零信任 不相信任何作為的情況之下 怎麼去建立數位信任 也就是說整個Digital Trust 是based on底層的安全 而這個底層的安全 它不再質基於內外網的隔離 而是質基於一個 零信任的一個框架來做 那在整個數位信任的生態系裡邊 它有五個重大的組成要素 包括人 資料 系統 服務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一個道德 那在數位信任裡邊 對於各項的行為 進行評價和斷定的規範標準 那這個是我們在談 Digital Trust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至於人 資料 系統 跟服務 那這些大概都是比較傳統上 我們認為在整個數位生態系裡邊 都具有的元素 但是道德會是在數位信任裡邊 很重要的一環 那在數位信任裡邊 它有四個持續變動的一個因子 包括到變動性 也就是它的變化 它是不可預期的 那接下來呢 是它的不確定性 在現在的世代裡邊 很多事情充滿了未知跟不確定性 而這些只會越來越普遍 接下來就是它的複雜性 那最後就是它的模糊性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數位信任 人 資料 服務 道德等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是 持續上升的這些不確定性 變動性 複雜性的因子 那在整個數位信任的生態系裡邊 我們提出了STEPL的 framework 也就是說 我們提出了六項觀點的一個架構 第一個呢 是社會的一個social的一個因子 第二個呢 是科技 包括了一些新興的科技 例如區塊鏈 人工智慧 自動化等等這一些 那接下來呢 是經濟面的部分 包括到你在數位經濟裡邊 你的網路犯罪 要如何處理 還有包括一些科技的壟斷 這些你要怎麼去做 甚至到數位監控的資本化 那第二個一呢 是指環境 包括永續的部分 綠色的能源 還有科技的廢棄物等等 那第五個P 是指政治的 那這就包括到網路的恐怖主義 還有包括到惡意資訊的濫用 最後一個呢就是法律 對於民主國家來講 其實法律是一切的基礎 那在資料怎麼去保護 隱私怎麼樣去保護 那怎麼樣跟全球的網路法規 來借接 那還有對於網路的監管的界限 所以我們認為 在整個數位信任的生態系裡邊 必須只基於這六個因子 去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框架 那在我們的一個分析裡邊 背上這六個因子 我們總共找出來143個關鍵的因子 那在基於剛才講的 Stipple這樣的一個驅動力 我們描繪出15個相關的一個趨勢 那其中數位無所不在 還有數位的參與權 也就是數位平權的部分 那有包括到數位的一個擬距離 那擬距離裡邊我們談到的是 跨越的科技的一個結合 那以及數位的信心 還有資訊安全的變革 我們認為這幾項 其實是最必須要趕快去處理的 所以我們認為呢 在未來來講 虛擬跟實體世界的整合 那接下來必須要處理的 就是一個數位信任的議題 那在整個數位信任的生態系裡邊 有八個關鍵的議題必須要去思考 那第一個呢 是有關責任的一個碎片 跟當責性 也就是Figmentation的部分 比如說 當在虛擬世界裡邊 那你的責任是什麼 比如說 先前大家也有聽說 在整個Meta裡邊 在元宇宙裡邊 有人被霸凌 那對於這樣數位霸凌的一個情況之下 責任是什麼 有什麼樣的一個法規 那第二個要審思的呢 是任何數位化的決策 是不是能夠讓系統永續的一個發展 那對於整個數位永續的必要性 那第三個呢 是資料至上的管理原則 那所有的數據使用 都必須以保護個人權利為最高優先 這件事很重要 尤其在整個 我們講元宇宙或講Web 3.0裡邊 當你的資料其實是跟著你帶著跑 在跨不同系統之間可以做交換傳送的時候 那你怎麼去保護個人的一個權利 那第四個我們在談的 其實就是數位世界 它也是整個實體世界的一部分 它並不是分開存在的 那在數位信任的生態裡邊 必須要有獨立的一個思辨能力 怎麼樣去辨識真偽 不會有人來告訴你真的假的 那每個人必須要能夠去辨識 那你這樣子 在整個虛擬世界裡邊 在實體世界裡邊 你才能夠去確保 你有獨立的一個思考 那最後三個 其實就比較偏向是技術面的 包括科技的潛力 互聯的品質 以及解決方法的一個演化 那這是我們認為 在整個數位信任裡邊 它必須有八個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 那以上大概是從這個議題裡邊 我們從公共的安全 跟IT、OT的內外網隔離 那我們去思考到在未來 web3裡邊 對於整個數位信任的建立 我們提出的一個框架 跟必須思考的議題 那以上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任何意見 或是有問題 謝謝各位 好我們謝謝剪老師 謝謝剪副總經理 那現場還有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不知道各位會眾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進行QA 有的話請舉手就會把麥克風送過去 那如果還沒有的話呢 那網路上剛好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想要請問剪老師 就是如果原本沒有做網路隔離的內網 有的時候它就是它導入網路隔離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去管理它 其實對於網路的一個管理的部分 就有很多的書在講 那比如說你的網路架構 那如果我們套到眾生防禦的概念裡邊 其實就要去做分層 那但是對於現在我們在推領性任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在整個 不管是內網外網的隔離 那必須要先從identity的部分開始做起 那去套用整個零性任的框架 那這一邊你可以去套用 像NIST的這個ZioTrust的 framework 還有它的一些規範 那其次呢 必須導入一個防護的一個基準 最重要的 對於所收集的各項資訊都要能夠看得到 我的看法是講 簡單的講是講 OK 好 謝謝剪老師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有朋友他之前也是在情業中信工作的 那情業中信好像規定說 公司裡面不可以用line 但是如果你自己帶手機的話 你手機可以用line 那他想要聽聽老師 對這個政策的看法 我覺得是不是用line 是 我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至少以我們現在來講 你沒辦法把資料copy到你的line上面 比如說當我今天 我想把我在公司發的電腦裡面的資料 我想copy到line 或是我要寄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alert 必須取得許可 那基本上這也是一種聯繫認的機制 因為它也會記錄我 誰在什麼時候傳了什麼東西 那對於一個公司的一個資安政策來講 那如果它的資安政策是明確的規範 那這些屬於公司的財產 屬於公司的一個營業秘密的保護 我認為這是必要的 謝謝 好 了解 那現場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再次用掌聲謝謝江老師 精彩演講 謝謝